你看看 一旦这东西走在错的角度 这很巨大的 红达店的股价难道就像电影一样 真的回不去了吗 红达店11号除息再跌将近5% 收盘54.5元再创新低 外电蓬勃报导 红达店目前市值约476亿元 跟公司现金472亿元差不多 换句话说 现在红达店的价值扣除现金 其他品牌工厂价值几乎等于零 你等于看到这家公司 你整个把它买下来 等于就有拥有这么多的现金 可是重要的是 它的经营者要面对一个逆境的时候 他要有一些重要的动作 那你现在手上就算有477亿元的现金 大家会担心 你又过了一季又少多少 另外蓬勃还对22位分析师进行调查 全部都认为红达店无法在2017年前 转亏为宜 外资更持续看衰目标价 砍到四字头 不少概念机网路曝光 红达店期待搬回一城 飞瓶阵营三星LG也不好过 美国市场4到6月市占率 除了苹果提升之外 其他品牌厂都下滑 红达店幅度0.4% 飞瓶阵营当中跌坠凶 大家要了解 这是真实的环境 就是Smartphone 智慧型手机 不管是高阶 中阶 低阶 其实都在面对的是一场 非常残酷的淘汰赛 想要靠心机就回摇摇欲坠的股价 红达店怎么发挥价值 挽回颓势 外界都在看 东森 陈旋 吴佑书 张家轩 台北报导